近日,有网友爆料,成龙陆续退出了妻子林凤娇名下的两家公司 夫妻关系引人质疑 一直以来,两家公司由林凤娇持股,成龙担任监视 最近,两家公司的工商信息却发生了变更 成龙的名字不见了,却多出了一名叫廖柔文的李氏 从最开始抛弃邓丽君,出轨无起力 再到如今,提防林凤娇 成龙又会给网友带来什么样的大瓜呢? 截止到2020年,成龙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高达250亿 单从票房来说,他可以算是中国最成功的动作明星了 然而,相较于他的演艺事业 他的感情经历才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他的自传《还没长大就老了》中,他写道 曾沉迷于赌博,睡过十几个妓女 至于其他的风流运势,更是多到数不清 成龙从小讨厌学习,最喜欢模仿电影里的武侠招式 还经常与其他小朋友试招,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这件事,成龙多次被学校警告 但他却不知悔改,依旧我行我素 学校只好把他开除了 儿子被开除,父母可坐不住了 小小年纪就没有书念了,以后怎么办? 父母已经商量,既然他喜欢武术,索性让他去练武 于是,父亲把成龙送到了于战园的戏剧学院 为了学到真功夫,成龙每天从凌晨练到深夜 即便弄得遍体鳞伤,也不叫苦不喊疼 就这样,在师父的打骂下,成龙很快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成为了一名武生 成龙在16岁时就开始纵横情场了 当时成龙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一位演潮州戏的小花蛋 少年少女轻轻我我,很快就坠入爱河 然而,两个人年纪都太小,还不太适合谈恋爱 小花蛋的父母得知这件事之后,直接拆散了两人 后来成龙回忆起这段感情还表示 至于这句话的真实性,实在是经不起推销 总之,成龙的初恋来得快,去得也快 1971年,成龙跟随众多师兄弟转行做起了提身演员 彼时正是李小龙的时代 为了多拿报酬,成龙来到了李小龙的剧组 金武门中,那个被李小龙抓着头发暴打的日本人就是成龙 当时他被李小龙一脚踢出好几米,疼得爬不起来 不过一次次被打下来,成龙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受的伤越来越少,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 闲暇之余,成龙也会想起自己的初恋 回忆曾经的美好 不过自己现在每天就是在剧组挨打 哪里有机会谈情说爱 于是成龙想到了一个方便快捷的办法 《红灯区》 传记中,那段睡过十几个妓女的历史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从此,成龙白天在剧组里拍戏 晚上留恋于红灯区 夜夜声歌,好不快活 1976年 成龙录行已经五年了 在业界也算小有名气 当年武侠风逐渐盛情 古龙的武侠剧本《大火》 成为了众多演员追求的目标 成龙自然也想在剧中亮个像 于是他找到古龙,陪吃陪喝各种讨好 谁知古龙却对他直言说道 我的剧本不是给你拍的 是给狄龙江大伟拍的 遭受打击的成龙痛苦万分 还曾在卫生间痛哭不止 然而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当时,袁和平导演的《蛇形雕手》 正在物色男主角 一番考量下,袁和平选中了成龙 袁和平也是成龙的师兄 他比红金宝入门还早 只是早早离开了于战园的学校 电影上映之后获得了各地观众的喜爱 成龙也一举成名 此时再出没于烟柳巷里 难免有些掉价 于是成龙把目光放在圈内的女明星身上 这一年,米雪凭借《射雕英雄传》走红 成为了国民女神 同样也吸引了成龙的注意 从此成龙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1979年,《罪权》上映之后 获得空前的成功 俨然成为了当时功夫电影的标杆 成龙也凭借这部电影 一举成为全港最红的功夫艺人 身家足足翻了1600倍 手里钱多了 他对米雪出手就更阔绰了 在那个年代 成龙曾花费10万港币 买了一台豪华跑车送给米雪 非常阔绰 在这种糖衣炮弹的攻势之下 米雪坚持了8年才终于松口 同意跟成龙在一起 俗话说得到了就不会撑期 把米雪追到手之后 成龙却失去了新鲜感 彼时成龙已经把目光放到了国外市场 正为进军好莱坞做准备 1980年,《杀手豪》开拍之际 成龙在美国遭遇了刚刚失恋的邓立军 没想到远在美国 还能见到家乡的名人 我认识他 在美国我跟我的女朋友 在迪士尼 迪士尼乐园 他跟他一帮朋友 走过来我跟着我一帮朋友 我跟我的女朋友走过去 我看见他 你在美国吗 对对对我在美国 我说我也是在美国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们两个 找我 好啊 两人聊着聊着就熟络起来 成龙也忘了刚刚追到的女友 正式向邓立军表白 邓立军欣然接受 两人走到了一起 这次成龙企图进军好莱坞的计划失败 最后只能鲨雨而归 另一边的敏雪 还不知道他和邓立军的事 怕成龙因事业不顺伤心 一直劝他回香港发展 谁知 成龙当时满心都是邓立军 因为邓立军回到了台湾 所以他也选择去了台湾 然而两个名人经常一起现身 目标实在太大 久而久之 两个人的恋情就被媒体曝光了 远在香港的迷雪 听到这些消息后伤心欲绝 从此不再相信任何男人 而随着相处 成龙和邓立军的感情 也逐渐暴露出问题 中种土鳖行为让邓立军哭笑不得 却又不好跟他说明 毕竟两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 很多东西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想改也改不掉 而且成龙的大男子主义还非常强 有一次 成龙跟一帮兄弟们聊天 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期间没有搭理过邓立军 这边跟邓立军的事还一团糟 另一边林凤娇又走进了成龙的生活 1981年 成龙跟邓立军上市情侣关系 在好友秦湘林家中 成龙遇到了林凤娇 两个人相谈甚欢 对彼此产生了情谊 当时林凤娇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女星 许多圈内好友都告诫她 说成龙身边的女人从来没断过 为了她不值得 然而林凤娇早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完全不管好友们的劝阻 一头扎进了这个漩涡中 没过多久 两人就背着邓立军过上了同居生活 据说 当时成龙还问过齐晓夫的兄弟们 邓立军跟林凤娇谁更合适自己 兄弟们纷纷回答林凤娇 而且由于两人保护措施没做到位 林凤娇怀孕了 这件事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2年 邓立军终于很下心来离开了成龙 而成龙则是赶往美国 等待自己的儿子降生 两人奉子成婚 没时间准备 同时要封锁消息 维护成龙的形象 于是 两人在一座楼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甚至连婚戒都没有买 婚后 林凤娇也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开始安心的相夫教子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为爱人不顾一切的女人 还是没有得到成龙的信任 成龙从始至终 都认为林凤娇贪图自己的财产 儿子只是他的筹码 直到另一个真正把孩子 当作筹码的女人出现 成龙才对林凤娇放下解心 1997年 吴启力跟成龙在一次聚会中相遇 这位曾经的亚解冠军 一下就吸引了成龙的目光 面对成龙的追求 吴启力怎会抗拒 于是 时间不久 两人就睡到了一张床上 后来吴启力怀孕 成龙曾多次恳求她打掉孩子 然而吴启力 怎么会主动放弃手中的筹码呢 1999年 吴启力挺着大肚子跟媒体爆料 我怀的是成龙的孩子 这句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两人的地下情也随即被挖出 成龙也受到千夫所指 自己的丈夫如果做了这些事 任何女人都无法容忍 可是林凤娇却对成龙说 只要你需要 我和儿子随时都会站出来支持你 但是你不要伤害到人家 也不要伤害到我们 正是这样一番话 消除了成龙内心的接地 从此真心接受了林凤娇 从那之后 成龙大哥依然游走于花丛之中 各种门事件层出不穷 高晓松曾在节目中问到 多少女演员才能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 那台上 站四排 不不不会 两排半的 纵观成龙的一生 为人实在是放荡不羁 欠下了一屁股风流债 在子女教育方面 成龙也是糊涂异常 导致儿子房祖明 年纪轻轻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又默默退出了妻子的公司 不知道这次 成龙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样来呢 成龙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样来呢